新增一個專案 再來的話呢 新增一個專案 專案的名稱的話 記得就是在這邊找到這個 然後呢 把這邊呢 輸入那個 First Prodger OK 那其他的部分 如果都不改 這個因為剛剛改過 所以他自動幫你停在這邊 然後呢 按下一步 下一步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改 OK 然後他問你要不要參照 不參照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那資料庫這邊不改 不過建議慢慢習慣 因為我們是1.11的版本 所以盡量去選上面 1.4貨之後的 OK 因為他可能在 資料庫的那個存取上面 還是語法上稍微有差異 好了 按Finish Finish之後的話呢 所以 步驟1 建立新專案 步驟2 建立一個App 那建立App怎麼建立啊 不過你要先確認 你這裡面有沒有東西 有 你會發現喔 像剛剛好像 還是有同學跟我發生一樣的狀況 有沒有 就是他裡面沒有目錄那些東西 可能 我剛剛是重開一下 Eclipse 讓他可能 掛載上去的東西能夠生效 就OK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發現你開一個專案裡面沒有東西 很簡單 Eclipse關掉重開 應該就OK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新增一個App 怎麼新增App 請你在專案上方按右鍵 這邊會有一個Jungle 的外掛出現 實際上你會發現之前外掛的東西 就是掛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非常的好用 因為書裡面很多地方 都是要你手動去做 下指令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都不用做 你只要點下去 就等同 他幫你執行程式 你就不需要 所以書裡面很多講到什麼下什麼指令 Eclipse裡面通通幫你做成圖形化 你只要一 知道什麼 先建立一個什麼 Create一個App 不過這邊他沒有中文化 建立一個App 那所以呢直接把它點選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那個App的名稱叫什麼 那名稱當然是App 按確定 意思就是說我要先新增第一個程式 然後他就會幫你先新增程式 新增程式之後你會發現 他幫你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你會發現 有Eclipse真好 為什麼因為 因為 之前是要下指令 超麻煩的 現在你只要按右鍵 Create給他一個名稱 他就幫你做好了 而且還會顯示出來 不然的話 你們自己看書裡面 他不是這樣子 是要下指令的 而且 還真麻煩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話呢 你就要把這個程式 這個App 跟資料庫之間做連動 那你會想說 資料庫現在放哪裡 其實他的資料庫呢 在 目前是沒有看到有資料庫 不過將來如果你 你創一個資料庫 他有個什麼 sqlite 點 好像點db還是點什麼 負檔名 那再來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做什麼 跟 設定的方法特別就是在 我們的 這個 專案底下 FIRST PROJECT 底下會有一個 settings.py 你就把settings.py 這個檔案把它直接打開 打開之後向下找一下 他會出現什麼呢 出現就是說 這邊的話 會有一個叫什麼 Installed 就是已經安裝的 那個程式有哪一些 那你要告訴我 我要多增加了一個 就這一個 也就是說你本來這邊是沒有的 本來這樣子 那你就在 中瓜 後中瓜壺上面 Enter一下 自己打一個 單引號 然後呢 打一個名稱叫 買 就是你剛剛打那個名稱 買App 這樣就可以了 記得後面加一個 豆點 表示 就是結束的符號 記得把它save一下 這樣的話 基本上他就知道 有這個名稱了 那你會發現 他才會找得到這個 不然如果剛剛 我剛剛奇怪怎麼找不到那個名字 因為你在Settings裡面沒有 他就會出現錯誤 所以 那一樣 就按右鍵 再去做一鍵 再去做什麼呢 Mac這個資料的 跟資料庫連結 跟什麼連結 跟那個 MyApp之間做 就是 就是 城市跟資料庫之間做串連 然後呢 資料庫 同步 這兩個再run一下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run一下 他就會找得到 目前 他沒有 沒有同步了 不過run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他會多一個東西出來 多這個東西 db 電 sqlite3 就這個東西 意思就是說 他也幫你建立好資料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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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